这只穿山甲重3.71公斤 是一只成年的中华穿山甲 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当时店主刘师傅在送外卖的路上 在一个厂区门口 他看到一只穿山甲正被两条狗追咬 此时有路人经过 发现刘师傅手里的穿山甲 希望能以高价买走 被刘师傅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刘师傅将穿山甲带回后 立即联系了村干部 8月8号中午 省森林资源检测中心专家 感到铜颅 仔细检查了这只穿山甲的健康状况 认为可以放生 傍晚6点多 这只中华穿山甲 放归大自然 现在老百姓对野生动物 保护这个意识 现在也越来越强 我们平时在工作中经常碰到 他们通过电话 通过110联动 经常向我们报告这种情况 我们也是大 有些做得好的也给予 表彰要奖励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